现在世界上实际上就是上市嘛 有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提前它一次一次是私募 私募完以后跟这个私募的投资机构者 商定一个时间和价格 他得提前先做好利润 未有收成是基于利润收益 来给你定个价格上市了 谁来做呢 中间有妈咪就叫投行 经过妈咪上市的 这叫做前期浮化的上市公司 但一定是拿走大投资投资机构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大家所说的 我没有前期那么多基于投资者 我有很好的盈利 我和别人所谓的买格啊 或者是什么 这叫做结构性的上市 借格上市 那是一种 但是你中间你也得用投行 也有基于投资者进行 大基金 要炒几把 第三种方式就是Coinbase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直接上市 就我直接 我不经过中间 我直接发行股票了 我定价多少钱 你愿意买就买不买啊的 就Coinbase的方式 那咱们盖特的 新年组未来一定是直接上市 特别是盖特一定是直接上市 就是在网上 你愿意出多少钱 你就直接拿多少钱 这个时候 它会把这个拔到咱们寄进去 那5% 不管你多少钱 5%就给了咱们寄进去了 刚才你说那个不值的问题 我再跟你说 咱这回最大的A10的优势在哪里呢 比如说咱总共战友投了一个亿 我也拿你1% 我投1000亿 也拿1% 就咱的数是定的 就是股数 股权是定的 为什么说 过去是椅子 现在是房东了呢 过去是椅子 你拿多少钱进来是按照单股给你的 多少股票多少股票 而且那个股票 记住我这个三票先生知道 因为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再增发呀 我增发你就稀释了 是吧 你GDP学生战友投了21% 人家说我下岁再增发 你就降成百分之十几的可能 我再搞第三次 你就是5%了 那你叫什么 你叫老椅子 但A10为啥你是房东啊 你不管房子长多大 我都占你那个5% 就你的蛋糕做再大 老子都要切几百分之五 是吧 你这么大 我也5% 我就吃一口 你长这么大 我就多 我三顿吃完 你长房子大 我得吃一年 所以他叫房东了 另外一个就是 更重要的战友要记住 不管战友投多少钱 今天就三票先生投了1块钱 威飞投1块钱 火来投了1块钱 那你就三块钱拿了5% 就我拿了你洗联储的 200多亿 一看一百年估值 那就了不得了 是吧 一百年的话 一千亿个币 今天22块钱 2.2万亿 2.2万亿 5%是多少啊 一千多亿 就你仨一人拿1块钱 再分一千多亿 是吧 那就盖腿你就想吧 你就今天闭着眼睛 你给多少钱 是吧 你最起码起价 起步价得从300亿开始 就这有机会投资者愿意 这几个月以前 就要给我们300个亿说 满达走 百分之百 但是他给你打折以后的价格 是可以你勾胜的价格 是吧 那就15个亿 就是你拿了三块钱 你已经拥有了15个亿 你拿三个亿 也有15个亿 就不管未来战友 就是你 我们可能随时截止 比如说现在人家投资机构说 你不能这么弄了 是吧 那我不同意弄了 你就有什么条件 或者咱觉得有什么原因 那就停止了 但不管如何 你收到的钱 两个百分之五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投多少钱进来 如果今天火来 自己举手 我投100个亿 那你战友只投了100块钱 你是100亿的100块钱 那咱最后的战友说 我只投了三块钱 你俩一人一块钱 那就是 那谁来了 拿100块钱过来 那你三是一百分之三 就5%的3% 所以这个 所有的两个5%是确定的 而且你是房东 但是5%谁获得 就是我们争取来的利益 是为了占预 而不是为哪几个人 所以未来 就是不管如何 就是一块钱一股发给大家 多出来的钱 咱们还是再继续投下去